小紅毛 大家好我是小紅毛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第二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007 永久AV女 第一集 第一集 在日本旅行見過很多零 淋淋種種 多到數不完 不說隨便在街上見到那些 隨便走一條行人路 起碼十個二十個站在那裡 隨時多過人 為什麼在日本容易見到街上有零? 我也不知道 不過在眾多不期而遇的經歷裡面 最記得一次永久AV女優 整件事實在是個由跟蹤發展到膠淑金的故事 在我這個旁人眼裡 過程一點都不驚險 但實情兩個主角最後哭到收不到聲 算是感人之心 說回日本旅行 我都會去一些公園逛逛 所以應該有一段歷史 正當我在考究裡面的裝潢的時候 一個低頭的男人直接碰到我 他碰到我那一刻 彼此都很惡然 我的原因是因為他直接穿過我 而他的原因是因為他的公示包 竟然被我碰到地上 他碰到我之後 並沒有罵人或動操 而是先轉身去撿回公示包 用了一分鐘去檢查是否完整無缺 再轉身向我鞠躬道歉 一貫日本人的禮貌 見他對公示包那麼小心翼翼 當是寶一樣 我心想裡面裝著些什麼 又不像文件那麼簡單 好奇心害死貓 我就這樣開始了我之後的一段跟蹤經歷 不過在跟蹤之前 我先描述一下他的外貌裝束 他大約五十歲左右 當時身穿淺藍色西裝外套 白色長褲加黑色皮鞋 那條長褲應該有一段時間沒有洗的 那些積還在上面 又好潮、好烏味 不過他性在夠高大 大約一百八十cm左右 又瘦,而且還留長頭髮 外貌看真點 像年輕版的江口洋界 不過是四眼系列 那副粗寬眼鏡 一看就只是老化 這位江口先生 見他抱著公示包一實 轉身進去一條橫街 我當然耳仔抵死根 轉了兩個彎 過了幾條馬路 不時神情緊張 四周圍望 還拿個電話出來不斷掃 電話我已經不記得是什麼牌子了 不過還記得那個樣子 是一款接機 應該是早十幾年都有見過的日本電話model 去到某棟四層樓的商業大廈 他停在門口 看了幾秒鐘 證實沒有人跟蹤才快步進去大堂 我在遠處不敢跟得太近 等他進了升降機後 我才走進去 電梯在三樓停了 我不想讓他發現 自己走了後樓梯上去 那棟雙下的樓梯很窄 地下周圍布滿煙頭 應該不少人打邊爐 當我走到二樓 在防火門的玻璃旁 一眼看到江口 估計剛才在三樓停了下來 自己走下了一層樓 他真是一個很小心的靈 行蹤很神秘 無形中又鼓勵了我繼續跟下去